三个人看这个书,他已经教了圣父圣经的圣灵,三个人说,三个人说, 大家看,圣父圣经的圣灵是相通的,圣父的灵和圣子的灵,圣灵是相通的吗? 相通是对的,相通是绝对的, 不过有一样东西,耶稣不是等于圣灵, 因为圣父圣经的圣灵就是说,圣父是神,圣子是神,圣灵是神, 但是不是三个神,是一个神,但是是三个person,三个位格, 但是三个就不是一个位格,不是一个person, 它是可以单独存在,但是它是整一齐的。 是,是相通的,圣灵会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, 神又会晓得圣灵的意思,这个是我们在罗文书八章里看到的。 圣灵和邪灵,是吧? 其实很简单,因为圣经讲了,看果子,知道它的生命, 圣灵是会叫人悔改知罪,会提醒我们的。 邪灵不会叫人悔改知罪,邪灵是会叫人犯罪烦恼, 不开心,有负面的声音。 邪灵不会叫你悔改,祈祷,亲近耶稣,耶稣好好的,不会这样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